你身上的味道有点好闻 那你想要 要什么 不是说要一起吃早饭吗 干嘛去了 你干嘛不穿衣服 我在自己家洗澡 难道要穿着衣服洗吗 请问从大律师这样 算不算穿船并着呢 你先穿衣服吧 我一会儿再来 等等 把那边的衣服给我演 让你拿衣服给我让你走 你身上的味道有点好闻 那你想要 要什么 我一路 我一路 你还是把你家密码改了吧 免得我哪天又忍不住进来 看到一些不该看的那才尴尬 密码就不改了吧 虽然我们中间只隔着两道门 但关键时刻 它就成了我们沟通的阻碍 我不想你生着气入睡 也不想你醒来的时候 因为昨天的气化而后悔 我宁可我宁可关键时刻你打开门冲到我这儿 对我发泄不满 这样我就可以抱着你哄你开心了 让我们把所有不愉快的事 留在昨天 好吗 我费尽口舌说了这么半天 你都没一点回应啊 就这样 如果下次再这样 可就没这么容易过关了 我家的密码 是你的生日 带来之前麻烦短信通知 你不介意被突袭 我可介意 妈 妈 好好好 不好意思啊 我是不是吵到你们了 我 我刚也不知道怎么 就不小心踢到门框了 可能没睡醒吧 你怎么起这么早 昨晚没睡好吗 怎么不多睡一会儿 我没事 一会儿还要去酒店干活呢 我看 就我这